9月30日早晨10点,艺人刘诗诗的工作室微博晒出一张刘诗诗的近照,并且留言写道,10月秋来,不复等待,遇见美好,宣布刘诗诗将在10月正式的付出。 画面中,刘诗诗身穿黑色针织衫,留着一头乌黑软发,从侧脸望向远方,多了一份成熟女人的魅力和气质,但是依然美丽大方。 不少网友都留言表示,期待刘诗诗的回归。 刘诗诗在今年4月底,为老公吴奇隆诞下猪宝宝,之后有传她和吴妈妈陷入婆媳纠纷,又被只换上产后抑郁,但是刘诗诗就心生辟谣。 现在看到她的状态非常好,大家都可以放心啦。 不知道刘诗诗付出的第一份工作会是什么呢?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